原来唐僧才是拉彩姐的鼻祖 问路就问路 怎么开始人身攻击了呢 我去吧 插进你相貌丑陋 相貌丑陋 别吓着人家悟空 还是你去吧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啊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师父叫我去借宿吧 啊 八戒 你的嘴脸丑陋 嘴脸丑陋还是为师前去借 怪不得八戒要对师父了 嫌弃师父多管闲事 昏君 昏君为你贪欢暧昧 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哎哟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 抬到自己家里哭吗 他伤他的子民 关你什么事 师父着急逮路时啊 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 那你多待几天呢 又怕什么呀 你着急走 饿 见面谁有你爷还有你娘啊 八戒 你这憨货 难怪师父要揍你了呢 悟空打他二十分 让他胡说 认真救师父的物件 也被唐僧吐槽 师父 师父 醒醒师父 师父怎么这样吓人 这也不愿发现 每次都呼不及待 想走了吧 你在这儿看着 师父 我就把白龙马 趁着有人家地方卖了 咱把师父买了呢 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 喜欢点赞加关注 废话文学的祖师爷 原来在这儿 请问老者 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 怎么改成小儿成了原本呢 这是比丘国 如今呢 改名小儿成了 烦死了 专业拆开哪家乡 西天取经堂三藏 你就别管了 马师父一下来 救马就合着 别摔了 这是神马 他跑不了的 不是反马呢 可是现在会计的时候 他能跑路 你别捣乱了 晚上还会打电话 会为什么不认识你 张峰爷 你好你好 哎 我现在在哪 哎 那假时候问你好啊 看来还是个富贵